字幕提供 咦? 買了泡湯汽水?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湯汽水 當然是趕回家聽影話春秋啦 好 6月7日的影話春秋 今晚有三位主持 我是Grace Atlas Thomas 我們先請Annes說一下 他今次的東京之行有些很有趣的收穫 我相信有些聽眾在Facebook的Fan Page 會看到我們貼過一件事 說是一個日本和老窩合作的一套電影 大家可能對老窩這個國家不太認識 其實在哪裡呢? 東南亞 其實他在越南、泰國、柬埔寨 被他們三個國家包圍 他是東南亞內陸的小國 大家都知道這幾個小國 十幾二十三年前 經歷過戰爭 其實是貧窮的 那老窩呢? 因為他內陸還要更近 他比賈葡萄更加窮的一個國家 可能大家小時候 在學社會科 會讀過東南亞這些國家出產 咦?我真的沒有印象 老窩完全是 老窩又叫寮國 寮國就有印象 其實我想叫Diamond 他去過這個國家 Diamond喜歡去一些比較孔孔孔孔的地方 我也沒有去過老窩 我也沒有認識 我為什麼去東京會和老窩 扯上關係呢? 偶然之間 我去了代代木公園 原來就說過他那個星期日 這個節目出現的時候 他再上一個星期日 在東京代代木公園 日本和老窩的領事館 就舉行了Louse Festival的節日 叫老窩節 他其實是搞一些節慶 是日本和老窩民間交流的 一些團體和組織 在那個 好像一個維園閃銷市場 有人擺食檔 有人跳舞 有人唱歌 也有一些九宮藝的攤檔 主要是日本和老窩的人合作 走走走發覺 有一個攤檔在宣傳一套戲 原來就說 為了紀念日本和老窩 有一個邦家六十周年 日本和老窩正式合作拍一套戲 那套戲叫做 Sam Selam Lay 這是一個老窩語的名字 日文名字叫做 流動的龍之村 我站在攤檔的時候 他放了很多劇照 又播了一個附送 還有一些宣傳的人員 拍好了 拍好了 原來就說 這套Sam Selam Lay 其實在日本 4月那時候 已經搞好後期製作 也試拍過 但還未在日本上映 我拿了一些單張回來 都會分給一些主持 他們 講一下 這套Sam Lay的背景是怎樣 故意之言 是日本和老窩合作的戲 其實他主要是用老窩做語言 但他是有日本人和老窩人 幕前幕後參與的 故事也是說 日本人去老窩建設一些水利 發生一些故事出來 故事可能是比較普普通通 但背後的意義甚大 我看到他那些都是一些 好像清新的 是那類型的電影 是一些比較文藝色彩 到底老窩電影的樣子是怎樣 我自己也找過 因為老窩已經經歷過戰爭 很多年都是那個影業 中斷了 沒有的 是近這10年 8年才再回復 但通常 在老窩有電影拍的人 通常都是在外面讀書 回去老窩拍的 又或者是借助泰國的外媛幫他們 Annaz好像說 你在日本 其實看到很多都是老窩的留學生 很多老窩的人去日本留學 因為他們的政府也很重視這件事 他們很想 他們年輕的一代 在日本那裡 學了一套學識或技術 帶回去建設他們的國家 所以老窩和日本的交流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 但我真的 因為我們對這個國家 完全是不了解 就算是電影更加 我們好像真的沒有印象 有看過老窩電影 其實真的很少 其實老窩電影是有的 我也找過幾套 在當地收到的都是恐怖片 你看 還是女導演拍過 是印尼片 印尼也是拍很多恐怖片 現在是動作片 印尼動作片 實際上年 亞洲電影節聽過討論 印尼的動作片已經滅落了 是嗎 反而我們以為印尼的動作片很繁盛 因為之前 你不是襲擊死亡頭嗎 對 那個已經不算正宗的印尼片 因為它有外國資金 原來是這樣 拍片 導演也是一個英國人 再說回老窩 現在老窩的電影 在當地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都是靠海外留學的人 花花去拍的電影 國內根本沒有能力 去培育這些人出來 實際上太窮了 實際上 在老窩裡面的電影院 只有五間 真的只有五間 即是整個國家裡面只有五間 對 只有五間 現在在首都永鎮 據聞說劇場的數量會增加 但老窩也不是說 真的比香港還小 是大大的 對 只有五間戲院 對 其實它真的挺落後 不過說戲院這件事 如果一個影業 就不代表戲院多 舉個例子 你以為全世界 計算印度之後 電影出產量最多的國家是什麼 尼爾尼亞 尼爾尼亞 尼爾尼亞是沒有什麼戲院的 他們是靠什麼的 因為他們是靠影片市場 哦 靠錄影帶市場去維生的 哈哈 所以就 真的有趣 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觀影方法 每一個人 你這樣看尼爾尼亞的影片 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沒看過 我不能頂得住 因為它的水準 真的像電視水準一樣 你是像看電視劇 多一次看現影 你看到尼爾尼亞的電視劇嗎 其實Youtube有很多可以下載看 會不會比TVB差呢 我覺得差不多 真是好東西 這事好東西 但是它的電影出產量 是印度之後 一年是出千多部電影 所以那部就叫做Norleywood之稱 對 那部電影 其實這部電影的導演 和編劇都是日本人 叫做洪澤世人 我找過他的資料 他真的在大學讀電影 他之前有一套作品 就是阿布寬主演 《來自天國的學彩》 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那部電影其實說是沖繩為背景 而攝影和班底 其實都是有些經驗 譬如攝影的金子證人 曾經火拍過三次從事 金子證人我聽過這個名字 是的 大部份的班底 都是用日本人的 當然有些後期製作 就是找老人去幫忙 這真的是日路合作的一套 日路合作 日路合作拍片 沒錯 至於男女主角 男主角是找日本人拍的 叫做井上洪泰 女主角是找了當地 一個老窩的年輕女去做的 也挺漂亮的 看單張 不僅是看單張 大家如果再看看 我們在Facebook page 那裡的官方網站 已經有齊了所有的劇照 介紹和傳播 大家可以先欣賞 我不知道這部電影 有沒有機會在香港出現 比如說亞洲電影節 會有機會 亞洲電影節 每年都會選一些 比較特別地區的電影 尤其是日本和老波 做為了邦交紀念去拍一套電影 看上去好像有一點桌頭 因為我知道亞洲電影節 他有時候真的會去找一些比較難看 我幾部菲律賓也是亞洲電影節看的 他選了土耳其電影 也選了印尼電影 是柬埔寨的 找了潘麗德來做一個焦點導演 所以如果出來的水準是不錯的 有可能會看到的 我想再說 原來這部電影的後緣 由哪個組織支持 就是由一個日本影畫大學 日本影畫大學是金川昌平創立的 是在神奈川那邊的大學 所以排名也不小 其實他後面的支援也挺高 是呀 老窩電影就說到這裡 Thomas不是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嗎 有趣的東西嗎 他繼續說這個真人電影 唉 我知道你說什麼了 就是鋼之煉金術師 我看完那些樣子 大家不要忘記 鋼之煉金術師的背景 人設的設定其實是外國人 現在又和進擊之鋸人反覆同一個錯誤 他又找了日本人來做外國人角色 你說是不是有些奇怪的事情會發生 其實之前和火星二種說漏了一件事 就是他裡面的演員 本身是聯合國人物來的 他把他改成全部日本人 大家都靜光了 即是現在的鋼之煉金術師 都是在玩同一件事 但其實我覺得他出來的消息之後 連日本的國內的反應都不太好 因為其實男主角有山田涼介 其實我沒有怎樣看他的電影 但當我知道我都說 在金色頭髮變成黑髮的人之後 那感覺就很奇怪了 我是不知道 尤其是這一類超現實片 如果拍成真人版的話 而且那個背景又是外國人的話 多數是死的程度是死得最快的 其實這些是很難拍的 因為我很多年前看過 即葵丹美拍的梵爾賽玫瑰 他也是找外國人拍的 但是金色假髮在法國裡拍的 是不行的 已經是法國人了 都是不行 都是出了事的 現在還要找山田涼介 愛德華 然後Wendy找本田液 他弟弟去哪兒啊 我可能是CG來的 是否CG來的 我想是CG 還是真的整副頭盔 整副頭盔 整副頭盔來拍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那些名單 我就已經一押寒 郭川俊也有份拍這個 進擊的巨人的郭川俊 對 還有大全陽 小優向文誓同一個同說太子 對 但是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看好的 這套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他怎麼死 還有一套也出了trailer 那套是死亡不記的 2016年版 出了trailer 等等 是不是就是電視版那班人做 不是 他的故事是發生在 沿著死亡不記 十年之後的故事 是護田衛利鄉有份做的 只剩下離開生一個 其實全部都死了 在舊的人物裏面 所以就有些新的人物出現 不過你看那些造型 我覺得都怪怪的 呃 其實他日本是不是真的沒有劇本成這樣 那套戲就11月25日日本上畫 我覺得香港也會上 會上 接近這個時候會上畫 你想想 最上那個時候如果死亡不記 那套L的什麼 你有沒有看啊 我看到我老婆他戒椅 哈哈哈哈 那套戲是完全破壞了 L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變成一個很煩的煩交 變成成龍 要追巴士 因為其實死亡不記的頭兩集 我記得沒有記錯 應該是金子修介導演 出來的評價是不差的 我還記得是藤原龍也 還有這個 重山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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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可以的 真的不差的 雖然藤原龍也曾經說 他為什麼會胖成這樣 那這些別管 人肥沒辦法 但是還可以的 但現在看完這個 Deadnok新版 咦 又是這個磁蟲狀亮 東出昌大 還有這個奸田張輝 即是主演的 不知道 我很怕有九尾軸雕的危機 還有玩這些戲 如果你的劇本不夠完整 很容易是 是會玩到出事 其實他蜘蟲狀亮的角色 就是延續L 因為他說他是有L的基因 哎 又是這樣的 對 所以 Tomas 你看完它 我會看這套戲 哈哈哈哈 我也是其中一個 Deadnok的粉絲 所以我們去看看 你如何修科 看看你如何修科 哈哈 哈哈 那師傅熟悉 說到這裏 待會回來我們看看 有什麼戲可以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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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